我说不好听,你媳妇现实个家是不是牙不耍脸不起的 蓬头垢面的,太阳穴两边头发横着直合着 跟他们鸡毛织网似的家,头发也不熟 天天到挂上带个老发骨 一脸黄,粉底也不打,是护肤也不做 穿个老睡裤,一天整大脚丫,脚后跟静脾 大腿一挠跟银蟹病,哭哭,掉死皮 你一回来,他拉了个脸子跟着 晚上吃啥呀,点外卖钱都没有 我看东西老便宜了,你也不知道多挣脸 是那么熟吗 我感觉我好像一处子挠你心口窝子 我一个八级顶心头,直接挠你心口窝子来了 全中了 永峰,你这名好啊 你这名好,那主播看你都得了 说 我是从B站欺骗看的,看你怼职人,看得贼爽 我给他找职人呢,你是啥伙 我不是,我不是职人 我喜欢看你怼职人 那你就是没活呗 是吧,那咱不浪费你 感谢卡汉中静人 这个能不能帮忙聊聊 什么伙说 就是我是这样 公司从上海 大人 公司从上海把我外派到天安 你很穷啊,穷得像鬼一样 一万二三你钱都花啥上了 房贷七千,然后养媳妇 不是,那你房子都有了 你说的,那你啥意思 你应该房贷有人给你还了,剩一万呢 不是,我吃小吊梨汤 我吃完就感觉就这压力上就很大 那不还房子不就得了吗 那都投进去了,不还都比较大了吧 感谢那个谁开个会员没看着 我就闪过去了 怎么呢,你不是,你那房子你供七千 你不是有房子吗 对啊,就是 你要觉得压力大你别供他不就完了吗 像我这种,我是该劝媳妇工作高点钱的 我劝你该把房子卖了 啊 感谢和情咒大钢琴啊 房子卖了,那可能我得被媳妇宰了 你选的吗,哥们 你选的啊,房贷期限 我是没有房子,我要有房子 我认为是这样,我要挣一万 一月房子钱我最多花三千 我要是这个比例上来讲 我要是拿不下的话,说明我此时此刻不适合买房子 对不对,你本身你就挣一万能力 你这接一缩十的供个房子 你从年前供到年老,完供完那个房子有啥用呢 完孩子也挣孩子房子,让孩子富点 你那是父母给你留了吗 给你留房子了吗 留了,留了那种 就是没放任本的房子 等你留下到后面是啥,是什么规定,什么改革 你也不知道啊 对吧,我觉得人应该量力而行 你的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一样 我说这话有点说风量话了 确实你要说租房子,一年的租金那些钱 我租十年,租二十年,可能咋地 但是我认为这东西总归要量力而行的 对吧,你的实力够 你说我这个,我挣一万 我交五千元房贷,还剩一万能花 我觉得这行 你一共挣一万出头,你七千元还房子 你的日子过得也不高兴啊 在最后咋的,俩人天天捧着房子 摸上你家门口房门就开始乐 把大婶的乡,有啥用,顶啥用啊 你人都活一辈子 对吧 你吃口烤肉都和和鸡鸡的 这买个打折券,那买个团购券 那这这锅有啥用啊 你是个人 是吧,能做到的确实不多 但是你得自己先,你得先,你得先,你得先,先想想自己的这个生活 能不能支付得了这个东西 你的生活现在刚扛完这东西 我说实话,有没有那种一个月还一万房贷的,就挣一万出头的 有啊 吃喝上面就,就指着媳妇挣 整,指着媳妇挣那点钱 完了那个,就是整吃喝 俩人压力都很大,穷记忆穷记忆,一点,一点富于钱没有 一点富于钱没有 我最好的路子,应该是把那个那种,没房产本的房给卖了 你那有啥用啊 能解决你一个七千块钱的房贷,能解决多长时间啊 应该能少个二十来年,差不多 你看,这就是我们国人的思维 能少二十来年,然后你再供这个十年的时候 还是一样过七千的日子嘛 就是咱们国人的思维 你就反正我这些年我不能说我是老外思维 我傻,我没研究过这东西 要我的话宁愿每月扯到五千 就这钱还里面,如果有的钱 我还里面宁愿每月扯五千,扯四千 我不会考虑那个少多少年的 你那不就老是在想的是苦,现在苦几年吗 对吧,苦几年,我苦十年,苦八年 以后的,你捧着那房子有啥用啊 那老上海,上海人老上海 捧着三套两套房子 卖的是钱,不卖就是个屋 还是个破屋 对不对 卖的是钱,一论家产 这房值多钱都不少 卖的是钱,不卖就是个破屋 你看你过啥日子嘛 下了,我外面那边门开了 下雨呢,外面 是不是啊,你别给自己掌那么大压力 你是这个 对不对,你捧着房子 到时候,我说抱听 你毕生悠悠感来自于啥啊 来自于我上班比人少坐五分钟车 把你花多少钱 我比你多花八百万 我每个月比你少吃五顿烤肉 我墨镜我刷不出来 我现实分比没有 啥玩意儿想消费都消费不了 那确实,之前游戏出节啥的 我像不早找也 现在都不太敢中了 那你看 对吧,那你看 那这是你选的吗 我像 生活是你自己选的 你给自己扛的压力太大了 是不是,你媳妇一月挣多钱呢 我听听 媳妇一千多 一千多 嗯 干啥,可加领地宝啊 差不多吧 呵呵呵 呵呵呵 不是 那你回家了以后咋的 媳妇光光给你洗脚啊 没有,就是 他现在幻想着是那种 就是 嫁了个富二代 就是抖音部 经常在刷那种视频嘛 就跟着别人 他也不要干活 完了你就出新问题了 媳妇 媳妇还换想嫁富二代 现实给你拿成这 别让他挣一千多 他还想嫁富二代 就是他看人家一个月 什么三万五万的收费 他就觉得自己也能这样 就也想这样 就天天出去玩 追踪 你洗脚长好看吗 还挺好看的 还挺好看的 有个六七分吧 有个六七分 你就是属于 在你心里面 让你觉得自己高攀了吧 那倒没有 就是 你谈那么久吧 就觉得 你有感情 不是你媳妇现在感情 天天跟着幻想 加巴到总裁呢 你这不感觉难受吗 感谢理工朋友说 就这有时候就感觉 还有点难受啊 你一个月他就挣一千两块钱 你挣一万多七千块钱交房供上 房子还得是你俩的 完他还得他还得羡慕到别人的生活 羡慕人这个 羡慕人那 完你一天你跟老冤总似的 你坑着坑着就是干 挣不着钱 你后半夜你十点多钟了 你跟人住不过脸卖 速说速说心诚 感谢陈光会员 完了等你对你生活啥 啥帮助没有 给你给你父母房卖了 不让你那个少还十年八年房贷 等你不还房贷的时候 媳妇觉得自己行了 跟你离婚 他要出去跟别人跳广场舞去 你存存冤重吗 那真是冤重啊 我觉得就媳妇挣少点 他的精神层面他给你补足了 你说我苦点累点日子过得挺好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你这想话一月挣一千块钱选手 还敢想下霸道总裁呢 我说不好听 你媳妇现在是现实的家 是不是牙不刷脸不起的 棚头垢面的 两边头发 太阳雀两边头发们横着直合着 跟他们鸡毛之王是那个家 头发也不熟 天天闹瓜上带个老发骨 一脸黄 他坟底也不打 是护肤也不做 穿个老睡裤 一天整个大脚丫 脚跟净皮 大腿一挠 跟银蟹病哭哭 掉死皮 你一回来以后 他拉了个脸子跟着 晚上吃啥呀 点外卖钱都没有 我看东西老便宜了 你不得多挣点 是那么出吗 我感觉我好像一处子挡你心口窝子 天呐 我一个八级顶心头直接挡你心口窝子 全中了 我只要看这提论 挖凉挖凉的 但是我说实话 这种情况呢 咱国内这种情况是夫妻两口其实不少 你别看他们说你他们现实也能处 他们跟着打字 他们现在跟床上躺着打字 他跟着笑他只嘚瑟 他都不敢嘚瑟太大了 嘚瑟大了 他媳妇转身给了一脚 知道吗 他们也现实一个别 你就跟咱家 跟咱家是不是趴的 海螺家什么现实都这水平 也都没好哪去 要不你的生活两条出路 要不然竭尽全力的 把这个薪水想办法翻倍 日子就能好点 要不然的话就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你没乐的事你今天多大 二十九七的 这是二十六还是二十七来的 九七年的 今年二十七岁 哼婚姐了 人家毕业了 讲话游山玩水你没玩上 人家打游戏 聪个职业卡你都买不起 游戏你就更别想了 天天累了头拱地跟狗似的 完了回家媳妇没一个好脸子 给媳妇打七分 你媳妇现在人出去都没人多看一眼 孩子有了吗 还没还没 不敢生的 你这情况你不挣三万咋生孩子 对不对 你这情况你不挣三万钱 你才能生了孩子吗 你到时你媳妇你媳妇我还没再做到时候搁家了吗 给你生孩子 觉得你全家都欠他的 增一千块钱 理智西装个家 看上霸道总裁了 回头你 你要但凡回头 这个孙涵 你媳妇就全家都欠他的 都得应该的 得补偿他的 就好那还跟他没关系 是不是 严厉能不能多正点吧 我看你这处够像 是得是得想着多正点 你现在干的活啥活啊 做电商 电商 电商那其实扩大点体量啥的也不是特别难啊 互联网电商嘛 提升点 碰天感觉 因为是得了那儿老公嘛 老公想提升上去 肯定性不大 是想着做一两年 赶点人脉 然后自己单独干 哎呀 哥们这个路选的 不太好 挺中规中矩的 只能这么说 也是说没就没的职业 对 这玩意儿 你说要是啥时候被情侪不火了 那肯定就没了 所以靠天吃饭呢 靠天吃饭你敢 你敢扛七千月供的房子 你敢结婚 你还晚上你还敢抱怨 你还你还敢脸卖抱怨呢 你说回头明天你起来刷着我这个切片 到时候咋说 你沉默啥 他要能刷着你这切片 那讲道理 他应该也做不出来八道总裁这事 也是啊 你别说你说这个挺合理的 当时咱们虚了呢 我可是真不怕他看这种东西 八道总裁 他能刷着啥就是短剧 然后就是女权 其他也没啥能刷着 不行你这得治哥们 要不你生完孩子以后你好不了 你没好 你那家没好 我给你放个音乐吧 我劝你了 别别别 你要放个 不是 算了 听这个不合适 我这不是劝你 劝你离啊 我得给你 怎么说呢 你得 你得自己宽慰宽慰你自己 哥们你太难了 你明白吗 看来 你太难了 你指望你多堆几个职员 乐呵乐呵 你别指我乐呵 他解决不了你 没有闲钱的问题 你媳妇挣太少了 就是我 我是这么说 如果回家 你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你说为这家伙 啥都值 那还行 你一回家 你喜欢啥花一歪 哥们 你从哪消化这个负面情绪啊 他挣的 他挣的少 可以 他不挣都行 他穷有穷过 富有富过 咱房子有 对吧 多吃有多吃 少吃有少吃 这可以这么过 你不能到时候 心都不往一块想 你这不累吗 对 有时候觉得是挺累的 对啊 你就 那我就问你 这房子咱俩有一天离了 你拿不打一半 就如果今天出不好 你俩离了 这房子你拿不打一半 估摸这还拿不着一半 谁 你拿不着一半 他拿不着一半 我说我估摸这拿不着一半 那好 那简单了 就是你房子这一半 你想招你挣出来就行了 吃喝全算我的 算我对你青春的补偿 算你天天看女权 你要求的平等 就是我来养你 行没问题 我支持你这个 你能把你 你能把房供挣出一半了就行 你挣三千五就行 扔房供里头 回头他妈天天那个 讲话了 网剧能看 总裁能爱 你一天你 你现实跟个驴马烂的 你们那我挖你个外面光光 打工 跟我外面干活 回到家里了以后 你问你 你还得好生好气 你脾气你敢放吗 啊 你有脾气你敢放吗 你刷抖音 刷着各草小一戏的时候 你玩成心你敢玩吗 六片手冲你敢冲吗 啊 你七强三公的房子 怎么的大跃城啊 老爷子 就有小房子 你说什么玩意儿 有小房子 供个小屋 那说实话他还得埋怨你 还得嫌小 是这意思吧 他还得有点想法 他分逼不挣 挣一千两块钱 肯定不给你拿出来吧 不讲了吗 还得掏个三千给他 一月你就剩两千多年 差不多 这三千你给他管饭吗 他在老家呢 不是怎么的 他你俩还不给一起录 我不是拍到西安了吗 这修行不是日子过得干啥呀 哥们 这日子过得干啥呀 今儿总裁明儿帅哥的 是不是没事 还得给你发点视频呢 讲话整个男的 现实猴杰挺老大的 挺瘦的 连两边跟那个 跟那个灭坝 两边两边塞帮 挺老大 轮廓挺强的 啊 现实个人男的 没穿个老紧身衬衫 没事摸摸自己锁骨 看看腹肌 整个老紧身西裤 还跪那块 还得看 还得看看人家那些视频 是不是天天看点这玩意儿啊 哦 跟你说分享分享 你越给你妈拿到钱了 那好 那还有怎么 咋的 小时候 你妈给家里边抛弃了 你五岁时候跟别男人走了 啊 那不是 就是我爹妈其实 他俩也还行 爹 爹妈你都没说 像当祖宗是空着 完了回头 这你 这你天天 你天天这么 这么 这么给人家讨 这么舔啊 有点事我得先下来 男人的痛 我爸 说吧 嗯 家里有亲戚看见了吧 这首歌 这首歌送给直播家 所有情况一样的 男士 男士啊 我不是男权 我能端平一碗水 但是 我觉得累点行 他得直 爹妈你都没笑声好 我再多说一句 还是那句话 男的这一辈子 就三个角色 儿子 老子 丈夫 爹妈你没笑声 儿子没当好 媳妇 不知足 老公你没当好 孩子你到现在 生的没生 爹你没当好 当上爹了 就你这点收入 人挣一千多 你挣一万多 人学应该应份的 回头你能送他 感谢小冬先生跑车 你这三个角色 你哪当好了 你咋 你胜少了 你现实独眼龙 舞弊三缺 你缺啥呀 你那日子过出啥来了 本个 本个一月供 七星圆房子 最后指啥了 你活出啥来了 你就活得一辈子 怎么今天 今天五十岁了 活得不好 你能点 你能点转生 你能重新练呢 不是说给他 说给你们很多人 媳妇漂亮 我跟你讲 如果他媳妇 别说竭尽全力 你们不用给下面什么 又给那块圣母 给那整乐山大佛那一套 如果他媳妇 也正常上个班 咱别说三千五千 你就哪怕 就只挣三千元 最基本的小温元 为这个家庭付出了 我觉得都没问题 天在家 跟大爷 是挣了一千来块钱 还还没事 得发点最难的帅 最难的啥 那好你去跟进吧 人能看上你呀 你个家现实脸焦黄的 你头发脏 吱喝的 跟那个老奥拜似的 人能看上你呀 好 好你去吧 给你买 给你买房子 给七星圆 供完行里面 真是不知道咋地好了 我还能帮你